我之前有上過書之學 然後我一去到五金那邊的時候 我永遠都搞不清楚了 我一直不知道什麼金或誰火土 誰客誰 誰生誰 所以我每次一去到那邊 我已經背不來了 我要去看的時候 我一定要把那個課本拿出來 我才知道什麼東西生的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課什麼東西 今天我學了之後是 開始對這個五行 真的 這個香生和香課這邊 有了一定的爭執 最少不用說去找那個書來看 那懂得那個香生那邊 開始有了認識 我會給你很容易記住的 一到九的個性 我不用你背的 你只能安裝在裡面 很多人說法 很多人有學的 我們為何做來做戲 經常說你要想你愛的東西 但到最後都得不到 可能我們真的沒有進去 那樣的 我今天的課程學了很多東西 我們是真的不知道 我們的生活 其實用這個五行來圈置我們走人 我們用錯方法 所以我們根本得不到 所以我今天聽到我覺得 我比較大概知道 其實我們的五行 我們的人生是有關係的 這個法律的規則 可以影響到我們的 將來我們的目標得到的 我上開今天的課程 很值得 所以我們會做錯的 我們會做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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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上面有課 就是 我覺得 其實原來五行 不是有關於我們的環境 只要去和人家接觸 只要去跟人家溝通 你自己 對自己的神 不是 不是那個 你也是那個 這個是一個人生的 學識 不太痛的 自己 對 因為你看到真的是 太多人 算命啊 真的花了不少錢 不少的錢 啊 就是 這一次 我是覺得 不是給我 失望的一個課程 啊 而且 這價錢真的是 也很公大 外面的 外面的真的 因為我繼續到很多的 是這樣子 就是 花了真的不少錢 啊 所以我這一次 我是給 展示說 啊 如果不能 我就 以後都不要相信 啊 這時候我沒有後悔 啊 這時候我沒有後悔 我作詞